這是發生在新北市三重 那麼一起冷氣室外機的火警 住戶當時聽到碰的一聲 跑出去陽台查看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您看到這樣的畫面 兩台冷氣室外機都被炸出一個大洞 而且現在住戶懷疑呢 應該是樓上的住戶亂丟煙蒂 所以才會引爆了冷氣機 打開陽台 這件外頭一片凌亂 地面還全是灰燼 往旁邊一看 兩台冷氣室外機就像被炸過一樣 出現兩個大洞 甚至還有燃燒過後的痕跡 這一幕讓住戶好傻眼 姐姐跟哥哥他們 好像是有聽到爆炸聲 然後趕快衝到後陽台去看 然後冷氣機有兩台都爆炸了 聽到碰的一聲巨響衝出來看 但一切都來不及了 火警已經發生 事發在16號清晨的4點多 地點就在新北市三重 移動社區大樓裡 實際觀察現場環境 這後陽台就是社區的天井 由於事發戶住在二樓 整棟樓層只有他們有多出這塊區域 因此懷疑這場火不單純 他們去檢查 然後才知道說 可能是樓上的住戶抽煙 然後那個煙滴沒洗乾淨 然後掉下來就好 掉到我們的後陽台 導致火警發生 由於當時他們把不要的紙箱 綻放在冷氣室外機旁 加上事後依次有找到煙蒂 可能是人為因素 但也有可能是管線問題導致自燃 這一切都還要等貨吊客裏清 責任歸屬上面不屬於房客 那房東又想要提前解約呢 必須要提前一個月來告知這個房客 那另外一方面如果沒有這一個月的時間 其實房東是要負擔起賠償金的 如果事後調查真的是樓上的其他領居釀貨 那可能就構成公共危險刑責 警方就會介入調查 目前房東要求就月底搬離 雙方還在協調當中 如果談判破局 不排除尋求法律途徑 記者無限無上限 信息不是報道